时候出兵不可能了 但是政治干预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就是借着国共和谈这个机会 然后美国插手中国事务 来控制整个中国的局面 这个是斯大林非常担心的 就如果这个时候 美国要是出面控制了中国的局面 那就不是长城以南的问题了 长城以南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苏联也不会管 但这样的因为整个中国 都已经在这个共产党的控制下 这中共要是跟美国走到一起 那就很麻烦了 所以斯大林决定 这个时候要干预中国的事务 就是我们常说的 所谓这个苏联调停的问题 当然现在从俄国的档案看 这件事还是事出有因 苏联确实想要参与调停 这个不假 但是要说苏联想让毛泽东 搞这个南北朝 就是化僵而至 这个现在证据不足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俄国的文件 讲过这个事 就斯大林有这个意图 因为他参与调停是一个概念 调停的结果可能是分制 也可能谈不成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能直接 因为他参与调停就一定要 斯大林一定要中国南北朝 南北分制 所以这个是历史上一个 一个旧案讨论了几十年了 其实应该做个结论 但是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因为和谈的问题 毛泽东跟斯大林 发生了极大的冲突 因为毛泽东根本就不想谈 谈什么谈 1月10号 斯大林电报来的时候 说我们觉得这个和谈 还是必要的 如果和谈要让大国参与的话 希望中共提出来 因为你是谈判一方 只有苏联有资格来调停 其实斯大林的意思很简单 就把美国排除在外 我来调停 国共和谈 最后就是苏联来控制中国的局势 但毛泽东就没想到 毛泽东谈什么谈 根本就不用谈 我跺跺脚过长江 天下就是我的了 谈什么谈 所以在这一点上 他们俩是有冲突的 但是后来斯大林说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你可以谈不成嘛 但是你不要说你不谈 那就是个策略问题 毛泽东这很容易嘛 我提个条件让他接受不了 不就完了吗 但这件事以后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导致一个斯大林真的看不明白 毛泽东是个什么人 谁敢顶他 你看从斯大林1924年 主政克里姆尼公以来 哪里有人能敢 特别是外国共产党领导人 不都是很归顺的 哪里有像毛泽东这样的 所以 1月15号他发了个电报 说你啊别来了 我派人去听听你到底怎么想的 听听你怎么说 这就是米高阳2月份到西百坡 那么这个时候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 从中国国内的局势来 毛泽东取得军事胜利 不需要苏联的援助 没有问题 因为美国已经不会出兵了 从军事上讲 他战胜蒋介石是没有问题的 夺取全国政权 手拿把钻 但是 怎么管理这个国家 是个大问题 因为中共他没有经验 既没有思想准备 这个胜利来得太快 也没有物质准备 更没有干部储备 进了大城市就犯傻 就是苏共中央 驻中共中央代表 科瓦廖夫 曾经给三年写过一个报告 他说 他发现一个 一个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中共特别 处这个进入大城市 说中共军队一到了大城市面前 就不知道怎么办好 比如上海 中共围了上海好几个月 就是不进上海 所以他就问毛泽东 说你为什么不进上海 上海 中国的工人阶级 主要都在上海 你解放了上海 你共产党的社会基础 不就扩大了 就巩固了 他说你猜毛泽东怎么说 毛泽东说 进上海很容易 但是进了上海怎么管 上海这么大个城市 说我们没有专家 我们不懂 如果苏联派 苏联你们能派专家来 我马上就占领上海 科瓦廖夫说 这个其实在 在武汉西安 都遇到这个问题 沈阳也是 辽审战役结束 我看这个林彪和高岗 给赛林写了个亲笔信 就一件事 要专家 要一百名专家 来管理沈阳 他管不了 所以实际上 中共对苏联的需求 是在 建立 这个掌握了政权以后 怎么管理和建设 这么大一个国家 要资金 没资金 要技术 没技术 要干部 没干部 怎么搞 谁能提供呢 只有苏联 所以你看西百坡 那个会谈记录啊 就特别清 毛泽东啊 跟斯大林讲 说 我们没什么政策 苏联的政策 就是我们的政策 苏联怎么干 我们就怎么干 你让我们怎么干 我们就怎么干 反正跟着你走 社会主义道路嘛 关键就是你要提供帮助 这样子 米高阳回去以后 跟斯大林一汇报 斯大林果然 说这就放心了 这样他就能控制中共了 从大案可以看出 1949年3月之后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大大增加 原本中苏交流的文件 都是以苏共中央名义发出 现在则开始出现 政府交流的文件 因此 毛泽东在党内宣布 确定向苏联一边倒 但是这句话什么时候说 还要看时机 就还不能说出来 因为当时毕竟还在跟国民党争夺嘛 你想 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 另外更关键的就是 斯大林并没有表态 你说了你要投靠人家 人家说了接受你了吗 说了要帮你了吗 没有 这样才有了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 49年65 等刘少奇到了莫斯科以后 才知道原来苏联的政策是这样 全力援助中共 刘少奇去的时候拿了一个大单子 斯大林见面 说少奇同志啊 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刘少奇不客气 他把这单子引拉 斯大林同志 说我们要钱要枪要炮 要海军要空军什么什么什么 一大单子都拉出来 说斯大林说你放心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那次谈得非常顺利 要什么给什么 不要都给 新疆啊 新疆啊 可不是因为原来中共进入新疆啊 那是1951年的事啊 就准备打到兰州就停止 因为路途太远也顾不上 但斯大林着急啊 斯大林心想这个这个新疆对苏联是非常重要的 国民党要是失败了 如果中共不赶快进来 他怕英国的势力 从阿富汗那边进入新疆 那不就西方等于在这插一杠了 所以他希望中共赶快进 所以跟这奥西讲 说你们这什么困难帮你解决 你不就路远吗 我给你汽车 我给你飞机 后来解放军进疆 一个军啊 坐的全是苏联飞机进去的 这刘少奇把这个情况一报告 这毛泽东就放心 就可以宣布向斯文议员的